我们在那个平平每一个人的分数非常的细腻 尤其是我们是直举创作人 我们那个人王考事他在欣赏他就知道 所以在音色方面 音准方面还有技巧 红装跟台风这边我们都有把它融入进去 不是说你唱得不好 平手有很慢 因为你的沙漠给你教育 因为你的台风给你教育 所以我们在这唱歌是比赛 不是表演 所以你俩给我教育表演 可以讲讲话在青采前前的 但是比赛比赛 比赛它是一个隆重的一个比赛 每一个人都在比赛 你跟你自己在比赛 那我这边有几个建议就是 我们不要男跟女唱 女跟男唱 听得懂吗 就是说我可以喜欢女生 结果我唱我自己的歌 陶心 哇 它有十三至十四度 选戒有高粮 派遣有高粮 它是十四度 你手不贴的啦 你怎么讲你 你也手不贴 所以在这个歌曲上面 这方面我跟大家来做一个那个说明 给大家去外面披萨 你们都知道怎么去拿歌 还有选歌的重要性 再加上菜堆不要用甘甜 上来一定不要简单 还有比赛共鸣 猴衣滚猴衣气声 气声 气声 风声 还有头顶的共鸣 这个都很重要 还有穿透力 青瓜它不免 就是在高粮的地方要怎样 穿透 哇 有的人都不穿透 它又穿透 怎么办 稍微小小的 放了一些些分数 都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大碍 除非就是 没有技巧性的歌曲 那在我们这个 比赛的这个开端 白歌手都爱比赛力 所以上来唱国语歌曲的人 可能会比较吃亏 你相信 因为国语歌曲没有技巧性 它是结合穿透性 不是你们唱的不好 是选歌的问题 知道吗 所以有一些些的那个 盲点点开的人都用个 甘孟无法度 原来的宝贝 就不配方 让你自己去学习 知道吗 那再来就是一些 有些人的声音还有特色 你们有没有发现有陈水瑜来到现场 有林秀琪来到现场 有蔡小胡 黄小胡 这都有 他们的声音都好像艺人 但是他们要好好地把它给运用 真的很可惜 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不分组的 听说七十几岁 把我的那个奶奶都吓出来了 哈哈哈哈 我今天是才比他大一岁才八十几岁而已 我听到他这个不认为我 其实有张华蜜 他的外表可以骗人 他就在觉得他好像是圣经 不过吧 圣亲 圣亲主 结果他是部分子的长亲主 好厉害 所以这边有帮大家一点点的分数 所以你们最大的敌人是谁知道吗 没钱 谁 谁又会有人点名 那我看一下 好来 其实不能够任何人 你们最大的敌人是你们自己 请我在这里说话 我如果不紧张 我讲话做条条有理就有顺 我今天一紧张 我连下歌都强拍 我连下歌都慢拍 懂齁 所以最大的敌人是你们自己 懂不懂 好了 那我们以上报告完毕 大家好好地去学习 来 谢谢 好来